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金子也是毫不客气 第一日尝到了小鲜肉的味道 嗯 真香 金子在20岁的那一年不小心怀上了孩子 害怕爸妈知道之后会被赶出家门 于是就找上学校一个老师大猪 谁知这个大猪也是禽兽一个 趁机占了金子的便宜 不仅如此 大猪还是一个无法送命的老变态 曾经绑架杀害过多名儿童 只换控制金子帮助他犯案 就连最后女儿都被他带走 还将杀害儿童的罪名 家伙给了金子 女儿在他手里 金子不得不乖乖听话 顶替了所有罪名 就这样 金子在监狱备过了13年 很快金子又找上另外一个狱友 狱子 狱子和老公 之前因为抢劫而入狱 刚进去没多久 狱子就被查出了圣衰竭 金子很大发的送了一个圣给他 这让狱子感动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 这次金子亲自找上门来 是想要他们帮忙搞一把手枪 而这把手枪的设计图 则来自狱中的老太太香临嫂 香临嫂年轻的时候 尝试一名间谍 違反间谍罪 背叛终身监军 直到金子出去之后想要复仇 就送了一本暗场选举的书给他 而这本书 正是用来自刀手枪的设计图 另外一个狱友 则是引刀窃而入狱的境下 初来扎到了境下 不懂牢房里面的规矩 经常被个大姐起伏 这个大姐被谋杀亲父和小三 而被判入狱 在被抓之前 还向他们靠成了美味的肉财 金子开始寻找失踪女儿的下落 但孤儿院的人 却不愿意透露任何信息 金子无奈之下 只好半夜留到资料室里 得知女儿已经被美国的一对夫妇领养 像面膜店的老板 预除了三个月工资之后 金子一个人来到美国 顺利找到女儿小丸子 本来只是来看一下女儿 小丸子却死都要跟他回去 于是母女两人一起回到了韩国 受伤很快就制作好 金子也找到了最后一个狱犹 小花 这个小花和静香 之前一直都被大姐欺负 金子实在看不下去 就在他每天的饭菜里面加了点东西 最后吃了他直接独发生亡 后来小花为了帮助金子复仇 志愿做了大猪的妻子 等待着金子复仇的那一天 之前那个牧师 一直一来都在跟踪金子 还叫他们两人见面的事情 告知大猪 大猪派有什么意外 只好先下手围墙 请了两个杀手 欢迎暗杀金子 结果没想到被金子反杀 另一边的小花 在饭菜中下药没用了大猪 本想着一枪就决掉对方 他干掉他手机上的儿童物品之后 金子一下子就火气攻心 决定留他一条狗命 慢慢玩一下 显示留到他家里 找到了犯罪的录像带 然后叫了所有被害儿童的父母 一起观看这些犯罪证据 接着再让他们 轮流残留一番大猪 直到完全断气 最后在张尸体 埋在附近的树林里 金子为了表示感谢 用大猪的鲜血 做了一个蛋糕犒赏大家 之后一个女儿小丸子 做了一个蛋糕 只是这个蛋糕是雪白的 他希望小丸子像白雪一样结白 没有一点无悔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上1月2005年 是由李仁爱主演的一部犯罪惊悚片 也是韩国电影《复仇》三部曲之一 影片抛弃了社会的现实理念 将复仇的结果 上升到生血的道德层面 只有通过救赎 才能在绝望中找到出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